当年卓伟的周一剑成为了多少明星的噩梦 而文章出轨姚迪的恋情就是当时爆出来的 这场违背道德的恋爱隐声声毁掉了两人的事业 姚迪也从一线小花成为了声名狼藉的小演员 可就在近段时间有眼尖的网友发现 姚迪在网大电影《风神祸商》中 饰演了倾国倾城的大美人苏达基 而姚迪今年已经41岁了 他真的能演得了娇媚可人妖娆倾城的苏达基吗 果不其然在电影最新发布的预告中 姚迪饰演的苏达基真的是史上最丑的苏达基了 实话是说导演的审美真是不忍之事 苏达基长得是这个样子的吗 头上插两根筷子是咋回事 眼神呆滞毫无灵气 没有一点媚态可言 另外姚迪的妆容看着怪怪的 苏达基是那种妖娆媚惑 连眼神都在勾人的美女 但是反观姚迪饰演的苏达基 眼神显露出疲态 磨皮又磨得很严重 这就给观众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尤其那个妆容 全身上下都是枣红色的 这就不像一个勾引君王的宠妃 反而像是一个年龄很大 爱而不得的妖精 以姚迪的长相 她适合演那种清纯的邻家妹妹 而不是妖娆美艳的玉姐 她本身的长相也不是这种类型的呀 纵观那些演过苏达基的女演员们 温必侠 傅义伟 范冰冰 哪个不是倾国倾城的大美女 而姚迪跟这些前辈们相比 既没有美丽的容貌 也没有像郭真尼那样 把七分美貌演出十二分媚态的演技 这也就注定了这次姚迪饰演的达基 肯定是会被观众嘲笑的 而最近热印的《风神三部曲》 当时预告一出 新人达基更是被骂得很惨 不过好在上映后评价还不错 演技退化 面部猙獰 在这部电影中除了容貌之外 姚迪的演技也是一大槽点 姚迪之前的演技是有目共睹的 评价也是相当高 后来绯闻事件后便销声秘迹了 现在复出演技直线下跌 我们什么时候见过面目猙獰 只会瞪眼的达基 在这部电影中 我们通通都能看到 那些前辈们饰演的苏达基 明面上都是笑吟吟魅惑众生 但在背地里给人捅刀子 阴险狡诈 而姚迪饰演的苏达基则不同 像是生怕别人不知道 他特别坏 特别凶一样 当镜头对到他正脸的时候 眼神非常凶狠 就感觉他下一秒 就要抽出刀杀人一样 姚迪的演技退化得也太严重了 好像是杨颖二号一样 全程除了瞪眼睛 其他什么都不会 现在好了 演员中瞪眼大队 又添一元大将 拍出来的东西真的是不忍之事 就这种演技 你随便拉个人上去培训两天 演的估计都比他们好 此外网友们其实也比较好奇 导演为什么选择姚迪饰演苏达基 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 说到这里 想必大家都比较好奇 文章出轨姚迪的事情 被暴露出来之后 他后来怎么样了呢 当时姚迪和文章 因为电视剧裸昏相识相知相恋 尽管当时文章已经取了马一粒 并且在各种场合下秀恩爱 所以观众对文章的印象很好 但圈外人不知道的是 红了之后的文章 已经开始在业内耍大牌了 文章因为口不择言 脾气暴躁 得罪了很多工作人员和八卦记者 为了揪住文章的小辫子 有一个狗仔整整跟了他两个月 终于被他抓住了把柄 那个时候的余计 还是个敢做敢说的主 虽然揭秘别人的隐私有些不道德 但说是顶流就是顶流 说是大瓜就是大瓜 当时卓伟在社交平台上 干脆利落地撂下了周一件三个字 一到时间就直接了当地 把文章和姚迪手拉手 逛街的亲密照片甩了上去 顿时一时激起千层浪 网友对出轨的文章嗤之以鼻 对姚迪的印象也不见得有多好 毕竟谁不知道文章和马一粒 是对恩爱夫妻呀 姚迪这就是要赤裸裸当小三呀 至此两个人的事业就都毁了 文章还好找马一粒哭一哭 然后表个忠心 实在不行删自己几个巴掌 这件事情也就过去了 只要马一粒肯原谅文章 他还是有东山再起的可能性的 可姚迪不同 他被死死的钉在小三这个耻辱柱上 再也摆脱不了这个标签 而辛苦闯荡的事业也被毁于一旦 两人的婚外情被戳穿之后 文章虽然获得了马一粒的原谅 但没多久两人就离婚了 而文章的事业也是一落千丈 不过好歹也能奄奄话剧 实在不行做个幕后也能挣钱 可姚迪就惨了 一时间他成了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文章也抛弃了他 没有办法 姚迪只好嫁给了一个富商 只可惜姚迪的老公也是个不安分的主 不是跟这个美女约会 就是跟那个美女闹绯闻 只不过大家都不是很关注 而姚迪似乎迷上了整容 打针削骨好像通通来了一遍 现在的他已经完全看不出以前的影子了 看起来硅胶感非常严重 现在姚迪不顾非议选择接下这个角色 可能是想试探一下观众的反应 然后继续付出捞金吧 只不过观众会不会吃这一套 那可就说不准了 如果当时没有和文章传出那种事 说不定现在事后影后都有他的一席之地 可惜世上没如果 大家对于姚迪这个新电影怎么看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ciones评论区留言尔出 在 Lives